Hello大家好我是连春香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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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全明星运动会 然后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蓝队的副队长夏和熙 在即将进入下半段的讨论之前 我要请大家帮我们在你的 Podcast平台上面按下追踪或者是订阅 如果你习惯看影像的话 我们也有YouTube 麻烦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耶耶耶这次顺了耶 好了不要我们都这样 太可爱了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想要请教西西副队长 好 就是呢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你都一样依旧维持 再怎么样累 再怎么样的彪悍 你都还是维持这么帅跟这么美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没有其实 最应该讲说 我本来就有在可能在潜水 然后在做一些爬山的活动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又主持了美妆节目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试用了 所以就变成说 刚好在这个节目 我觉得timing也刚刚好 把所有的东西都用上了 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吓到 想说哇 这些东西真的就像他们介绍的 或是我们自己用的真的这么防水 所以不只你很惊艳 我跟你讲 所有蓝队都被你那个 对然后连化妆师们他们就说 太离谱了 你这个从游泳池起来居然没事 我就说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离谱 怎么会这样 但回到家卸妆了就想说 那还是不要卸妆好了 就是维持原来的样貌这样比较好 所以你游泳是有化妆的 对是有的 我跟你讲 所有我们那些 后来我们的制作人还说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里面女生的妆容 是不是有没有人需要 你觉得很棒的 我说全部都画得很烂 觉得所有人起来 黑眼圈的黑眼圈 然后那个眼线这样晕的这样晕的 这样子 我说这个真的不行 他们要加油 对啊 因为所有的运动一定都会流汗 所以我本来就想说 你们怎么可能维持妆 但你可以 对所以是变成说 之前我有遇过说 可能马拉松的选手们 你们平常是用什么睫毛膏 类似这种 是他们跑三四个小时 眼睛不会晕的 然后你可能是会去问三铁的选手 你们下水你们是擦什么防晒 因为他们曝晒的时间可能是 四五十分钟的那种 怎么样不晒伤 然后不晒红 所以就是在身边的这些运动员的朋友们 就一直每一个每一个收集 你用什么煤笔 你用什么粉底 你用什么遮瑕 然后把它凑起来之后 就全部在全明星运动会上面 把这些东西用上 你可以在IG或什么之类公开这个讯息 没有 要先跟那些厂商谈好再分享 也是啊 为什么没事分享 真的好想知道啊 对因为真的好多人在问 然后我就觉得 公司决定吧 就是如果要分享 还是可以分享 那你素颜是有差很多喔 我自己是觉得有 但是因为公司都觉得没有 但是因为 你觉得什么 没有 对公司都觉得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习惯了 我出门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 就是所以我必须要很礼貌的对待每一个人 所以我习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见到大家 你是自己化吗 自己化 我都自己化妆 你现在有化妆吗 有现在有化妆 很自然耶 哈哈哈哈 我想说你去楼下倒垃圾也要化妆吗 没有啦 到后来后期训练的时候我都已经放弃了 所以常常都会教练想说 欸你们怎么少一个人 然后转过去瞪他 想说你瞎了吗 我们就在这 就他不是在针对我 是我们真的少一个队员啦 哦 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还有想问说 你为什么会选21号当备号 其实那时候很无聊 只是因为他们就问说 你们有没有要选背号 那我就觉得那个 我希望我永远21岁 就FOR EVERY21 所以我就选了21 退出台湾了 我这品牌 还好退出台湾了 哈哈哈 原来是因为这样 我还以为是因为什么运动选手 或是你的偶像 没有耶 你看多么的荒谬 所以最好把这一题剪掉 哈哈哈 好丢脸啊 我还要重复三次 这什么答案有没有 很妙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 其实你是算是体育 是世家出生的 你爸爸妈妈都是算是体育的专家 对因为我应该说出道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展现这些项目 到后来是这个节目之后 他们会想说 哎呀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多的教练 你怎么去找到这些场地的 然后我就说 我爸爸帮我找的 然后他说这教练 我妈妈帮我找的 哈哈哈 就有点感觉 好像妈宝还是爸宝之类的 哈哈哈 我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 因为演艺圈其实他们也很明白跟我说 他们没有人脉可以帮得上忙 所以如果我坚持要在演艺圈走 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但回到体育界这些事情 忽然他们可以帮忙的时候 他们变得很热心 其实我也有一点吓到 所以就变成说 我每次问他们 他们就说那你要哪一个教练 他们有什么亚洲区第三名什么什么的教练 然后这是台湾的国手 你要哪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想说你决定就好 有教练就好 所以那时候才会把这件事情 才会后来这么多人知道 但其实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说 家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读北体毕业的 然后大家都会运动 所以那时候你走演艺圈是有经过一点点小革命吗 还是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他们都觉得如果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情 最好就是不要 所以到后期 其实他们也是比较放飞小孩的概念了 就也没有在管了 因为他们也觉得说 至少有赚到钱 然后有拿钱回家 虽然说很少 但还是就是他们觉得 大家都说很不稳定 然后很可能无光实色 但是因为我还是都每天乖乖回家 然后准时回家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也应该对于这个行业 也稍微放心了一点 所以你们家是体育士家 连姻亲都是体育人吗 对连姻亲也是 而且很大牌的体育人 讲出来大家就会吓到这样 其实那时候我是没有想要公开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们先讲一下你的姻亲是什么 她姐夫是陈伟英 对她姐夫是陈伟英 好继续换你 对然后我原本也 因为她在高中高三的时候就跟我姐姐在交往 她还没有去日本打职棒的时候 她高三还是你高三 她高三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国中吧 所以我对她 她对我来讲就是很像家人 我在家里每天都会看到她 就是裸的上半生啊 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啊 裸的上半生 大家一看就是哇好棒喔 就是很像家人了 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我也觉得不需要特别去告诉别人说 她是我姐夫 就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是一直到他们结婚那一天 当然有很多的媒体来嘛 但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媒体 所以当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 全部人就说 你怎么在这 我就说她是我姐姐 然后她说亲姐姐吗 我说对啊 她说她是你姐夫 我说不然呢 这件事情 对啊我就想说对啊不然呢 就是然后后来就被公开了 然后就想说 就是有大家想像的这么的夸张吗 因为会联想不到一起 对 但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这样 就是所有人 包含演艺圈的大哥大姐们 他们也都这样子 傻眼的看着我就说 其实真的我觉得还好 就是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讨论的这样 那这节目不是每次都会请运动员 真的运动员来当讲评师吗 要不要哪天cue你姐夫来 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在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要找 因为今年刚好疫情的关系嘛 他从美国到回来台湾 但因为他那个时间刚好跟日本人球在签约了 所以他就先过去隔离了 然后他最近又回来了嘛 但是因为时间又很赶 所以就是也还在协调 但是如果能来的话 我一定会塞钱给他 他帮奖MVP给我 不转帮给任何人 他有在就是偷偷看你的节目吗 或是给你一些评语 他其实有在看 因为他隔离的时候其实很无聊 然后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群组嘛 所以三不五十就会讨论 那我妈就会说 你跳高怎么跳那么低 你跳得比小学的时候的成绩还差这样 然后姐夫就在旁边补一枪说 你那个跳高的姿势真丑 什么什么 就全家人就开始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他其实也有看这节目 然后他也会讨论说 我们蓝队的棒球真的打得很烂 没有一个人的观念是可以的 我就说真的 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弱象就真的是棒球 所以对他来讲 他就觉得那算了 他还是不要来好了 他说再讲出去能听吗 好可怜 你刚刚说跳高啊 是你比较弱的一个 其实很多我都没有很丑 都没有很擅长 那你跨栏输给姚元昊的时候 你自己有很意外吗 其实没有耶 因为那时候 我原本是没有要上场比赛的 所以我 其实在前面等待的时候 我其实是也没有在暖身 也没有在试跳 是因为 那时候原本要上场的邱宇晨 他前一天受伤了 但他告诉我们说他可以 但他在试跳的时候 脚又受伤了 所以他就不能上场了 那我们的正义也是 原本他是Yubi的 就反正Yubi 我是最后一个就对了 所以怎么样也不会轮到我啊 三个人有六个男生 怎么样怎么会轮到最后一个 然后正义脚踢到跨栏 所以他进鼓那边 有这么大片的流血 到那一天他在跳的时候 血还是一直在渗出来 所以他也不能跳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比例跟我试跑一下 比例真的跑太慢了 他是认真的跑的吗 对我不知道 但后来他们就说 那你还是你上好了 那我就觉得好吧 那所有人都受伤了 如果我输了一次 但是我可以争取到另外 他们三个人休息一次的机会 赢得下三场的比赛 那我觉得这个或许是值得的 所以我就觉得那 没关系我就去跳吧 不要毁容就好了 这是我的最高宗旨 我觉得这个节目 真的让大家看到你很不一样的一面 因为以前可能觉得你很傲嬌 但是刚刚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你很会照顾人啊 然后很多很有运动家精神的感觉 那网友跟观众对你的反馈是什么 其实很多网友 应该跟你们三个一样 就是在座三位看到我 应该想说他在干嘛 他突然说在那边化妆 在那边鼓呼唇高什么的 但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就是接触运动 因为家人们他们就是这样在运动 所以我每天都是跟他们一起在运动 所以我对于运动赛事 我就会转换成另外一个人 我就会变得很认真的模式 就是可能是观众不可能看到的那一面 因为你之前在演艺圈 就是真的没有机会做这些事情嘛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观众 都其实是傻眼的 我跟你讲 他们傻眼到那个影片一开始剪出来 东森的那个他们帮我剪了一个片段嘛 然后一开始他们就说 这个这一则不错耶 二十几万这样 然后二十几万点阅率 然后到现在快要三百万 我就这样 怎么这么多人看 有这么荒谬吗 我会跑步这件事情 所以到后来就是 当然也让很多人认识 再重新认识我 我觉得这个节目也真的帮了我很多 真的要非常感谢制作单位 他们做了这一个节目 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会去划网友的留言跟评论吗 就是他们通常最多 或者印象最深刻写给你的话 有没有什么 其实因为我录这个节目 我没有任何的设限 所以我从来也没想过说 会因为这个节目大家对我改观 所以所有人来留言之后 最多人留言是 你的洗髮精是用什么牌子 为什么都不会褪色 对 对大家也没有专注在我的运动 他说你是找谁训练的 或是你们在哪里训练 没有 我也以为说 大家会说你跑步好快 你真的很棒 你跑完步为什么 那个睫毛膏都没有花 什么 我想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要怎么回答 就是变得越来越广泛了 但是每一个人 他们到现在 这么长时间的追下来 他们真的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包含我自己跟蓝队所有人 我觉得他们最后 其实也不是对于那些运动项目的表现了 是我们怎么去面对 赢跟输的态度 跟怎么去延续这些 接下来赛事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最想看的 嗯 你们那个就是 就算是没有赢 但是你们整个凝聚力 跟那个过程的 会让人家很想哭 而且会让家人失和 因为譬如说我的朋友 我们一起看 对 然后我就会一直说 啊蓝队怎样怎样 他就说你不能帮红队一下吗 你这样态度不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架 真的假的啦 对啊 就是很妙 我相信很多观众 应该也会有这样 就是各种不同的情绪 跟着你们起起伏伏 对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觉得 看运动会赛事的观众们 就像他们在看真的运动赛事 他们其实都算是非常的有风度的 就是因为 类似我们做到了红队的加油区里面 你帮蓝队加油 红队的观众们 他们其实也都是非常的peace 在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在运动场上也是这样嘛 你可能棒球 你不小心做到了别队 但你在加油 就死啊 超恐怖的 当然你自己心里也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但他们还是可以很 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然后加油嘛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的观众 有很大一部分是很理性的 虽然说我们小巨蛋还是有 那个红队跟蓝队的加油区 但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好好地看待就是这个运动赛事 所以小巨蛋那一天是ending吗 对 总决赛的ending 那已经知道要比什么了吗 项目还没给我们 你就知道我们 我们每天都在追着制作单位 所以就说到底要不要给我们项目 所以我们每一周 他们要先把每一周的运动的场馆 然后运动的项目先出给我们 然后他们再去解决教练裁判 他们要去解决裁判 规则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已经无暇在分心到小巨蛋 所以就变成说 他们每一周都先把每一周的赛事 解决完之后 等小巨蛋那一周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说 我们当周进去我们要干嘛 那这样胡宇威就没有办法参加决赛了耶 有可能对不对 对 就是确定他没有办法参加决赛 他可以唱歌啦 坐着唱歌 这样很残念耶 所以我们后来有 给制作单位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可以比空气强 就是他是坐着 坐着也可以 就是坐在轮椅上这样 还有不是有一种 比赛也是可以用轮椅的 但我们陪他全部都陪他坐轮椅合理吗 这是残奥会吧 哈哈哈哈 他一个人坐轮椅打来讲 我们所有人都陪他 超不合理 不是真的就难度更高 因为要滑轮椅的时候 他的运球那很难耶 这个真的有一点难度 但是因为他已经答应 我们制作单位答应蓝队说 1月3号的时候 他一样会准时到现场 然后帮蓝队加油 然后也当我们的精神支柱 在场上帮我们一起做战术的 不管是规划或是训练的时候 他也都会来到现场 那你们有补人吗 没有 因为我们自己讨论完之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蓝队 我们可以用9打10的方式 然后每一个人多进0.1的力气 这样子就至少有9.9嘛 虽然说没有到10 但是我们9.9的战力 对抗他们10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自信就对了 现在是这样讲的 其实心里都讲得很励志 我都讲得很励志 我都讲哭了我 你都不知道我心里 多么的害怕讲读这一段话 我多想只想负0.5分的力气 现在要叫我多负0.1 我人生都还没解决完自己的事情 我还要帮他解决 我觉得好累 我害我刚刚差点都掉泪了 哇塞怎么这么励志啊 这样都好苦 怎么很容易露出马脚 接近尾声啦 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 是觉得说终于快结束了 还是依依不舍 当然快结束的心情 讲实话 也占了百分之三十 但其实就变成说剩下的百分之七十 因为时间真的剩下很少了 剩不到一个月了 所以以前就是训练的时间拖得再长 应该说现在训练时间拖得再长 我们也都会尽量留到最后 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到1月3号之后 接下来大家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的规划 可能真的也没有办法再聚在一起 然后可能这样子每天 像小朋友一样无忧无虑的 在只有训练 然后吃饭然后睡觉 因为接下来我觉得 能跟他们相处的时间真的太短了 所以真的非常珍惜这段时间 但就是想说 能结束也是 我刚刚就心里想 你内心不会也有一个这个声音吧 你可能1月3号比完 就是狂睡一整天之类的 但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怎么觉得赛季这么短 但是因为其实身体的状态 其实已经每一个人的状态 其实已经快要到不能附和了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休息之后 不管第二季怎么样剩下的人有谁 我觉得说不定第三季 蓝队也说不定可能全员回归 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未来 大家可以好好去期待的 而且其实站上小巨蛋 对你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完成了 对因为我从来也没有 就我也没有去当过人家的嘉宾 也没有参加过拼盘演唱会 也没有在那边主持过任何的活动 尾牙什么都没有 但你有去当过那个观众 有去当过观众 我也有 至少有完成当观众的心情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说 那时候他们只是一开始说 我们可能要增加我们比赛的 因为我一季原本可能只有13集 后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加签了5集 然后要延到1月3号上小巨蛋 我就说你们真的谈好了吗 你觉得是可以的吗 他们就说反正你们就时间留给我们 然后我们合约会给你们 你们就签了这样 我想说这件事情该不会真的就这样成了吧 但我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然后是后来真的他们跟我们讲说 要上小巨蛋要开始卖票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想说 我那天化妆师要找谁 我那天化妆师要找谁 你服装招好了吗 对我就是 然后公司的人就说 你要不要先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你先去把训练的项目先弄完再说 我说好那你先帮我敲那个谁 时间1月3号 我怕那时候过年期间大家很忙 搞不好很缜密欸 搞不好还有升降台出每个人这样上去 你超帅 因为其实真的运动赛事是要 让每一个选手一个一个上场的 所以我不知道当天的状况会怎么样 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也在很期待这件事情 所以至少外表要顾好就是 这是我现在心目中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次的比赛都是要推派某一些人嘛 那大家是怎么选出来的 会不会有那种就是 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要参加 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被选上这样 会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因为就像我说的 这已经不像只是一个真的实境的运动节目 它也是一个综艺节目的概念 所以每一个人 如果你今天三个项目都不擅长 你可能这一集就没有曝光的画面 所以那时候我们蓝队 其实是我跟雨薇哥还有钱姐 我们在分派每一次的选手上场 那钱姐也知道 就是我很常跟钱姐说 钱姐我觉得我可以先不用 然后钱姐就会生气 钱姐就会说你又不用 你每次都不用 你就是一直做的就好了这样 我说好 然后但我们还是会很认真的讨论说 可能因为凯莉比较容易紧张 所以谁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她的实力可能稍微弱一点 但她至少稳定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记录 然后记录完之后再有顺序 然后推派人选上场 这就是我们每一次训练 不管是我跟雨薇哥至少要有一个人到 不然就是钱姐要到 因为我们得去看这些小朋友的训练 所以他们真的很像我们的孩子 但我们只要三个人有一天没到 他们就会乱乱的跟什么样 有的人会迟到啦 有的人会睡过头啦 有的人会干嘛 所以就是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要安排的很缜密 因为可能真的不是她的强项 可是如果她这一集没有曝光的话 对我们蓝队来讲 我觉得就失去了我们蓝队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的项目上面 我们都尽量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曝光的机会 然后也可以上场 所以如果真的你不擅长的项目 我们可能想要派你上场 我们就会让教练给你一个特训 然后让你上场去表现 那你们就是相处下来 有没有哪一个队员 你觉得跟你原来印象反差很大的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觉得正义是在我的印象里面 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个蓝队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心里有一个颜值的排行榜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排行榜的前几名是那几个 你说我们蓝队的排行榜吗 对啊你自己的啊 我的排行榜第一名 不管怎么样一定先放雨薇哥嘛 然后再来是张庭胡 然后再来是我 我把他们两个发在前面算是很有意气 然后再来是邱雨晨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对于比利跟正义的外貌 我就一直说他们其实差不多 我就不多做评论了 然后我那天就不小心说出口 他们两人就追我我会吓死了 那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因为我一开始都不认识他们嘛 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一定会先从 因为我这个人一定先从外貌开始看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人我要给他几分什么的 所以我对正义跟比利其实没有太大的期望 想说反正就大概这样就好了 但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很专长的项目 或是他们的心态都是非常愿意去学习的 是让我觉得说哇长这样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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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嘴真的有够诚实 开玩笑的啦 那阿昌几分 我可以讲阿昌 第一到十分 阿昌有九分我跟你说 一开始就有九分还是就经过这段时间 一开始可能一分 所以发生什么事让你这样子变九分 因为阿昌私底下 他其实已经不是外在的这些去包包含他 他私底下是非常可爱的 然后是非常讨喜的 是他也看到很像一个小朋友 但他其实做人就是很像大人的做事方式 就是可能红蓝两队有一些交锋的时候 他可能会跳出来说 其实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希望大家不要放在心里 他可能会先跳出来 那雨薇哥也会跳出来 这样 所以就是 所以他在我心里的分数其实是非常高的 他哭的那一次我整个是 吓傻 有心碎吗 是也不至于 但因为阿昌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 所以你只要了解他之后 其实你对他 他对你 对于你来讲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 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朋友 阿昌跟张庭湖二选一 张庭湖 毕竟是蓝队的 我不可能让红队的人超越我们啊 真的很好笑欸 对 我跟你讲 我们真的有点走火入谋 我们老板也是 他拿衣服给我们挑 就是可能要订妆什么 他就说那这个是什么 我说蓝色 然后他就说那鞋子 这有四个颜色 你选蓝色 什么东西看刚水也是拿蓝色这样 我刚刚看你手环也蓝色 是特意的吗 没有这个是我们的信物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 你看带刀都快烂掉了 想说比赛怎么还没结束 想赶快把它拿下来 好啦就小巨蛋不要涂蓝色的眼影 不会啦 想把头发染成蓝色的 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要昏倒了 很酷欸 对老板要昏倒了 但没关系啊 我觉得就至少把自己的状态顾好 然后我至少要把整个团队撑起来 然后一起 就算扶也要把 胡以为扶进小巨蛋 是我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有发现我们今天是team blue吗 有啊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棒 100分 耶 好希望你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然后注意健康 注意安全 挺进小巨蛋 一定要继续支持蓝队 如果有任何身边朋友支持蓝队 请呼他们巴掌 谢谢夏恩西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